大家好,我是刀车醒不易 废话少说 先来看怎么玩 它除了是一个可以扔的飞镖 还可以变形 比如这样 变成了这种像四个刀刃的飞镖 还可以这样继续变形 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圆环 同样可以扔着玩 像这种八个代元组成的飞镖 它们的玩法都差不多 都是可以变成三种形态的 和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八分光轮 差不多 当然这一款是最经典的款式 也是最多人喜欢的款式 因为它的做法超级简单 既简单又能变形 非常好玩 好了,下面我们开始来折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正方形的纸 我这里用的是一张A4纸裁的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21厘米 但是这个纸距太大了 把它平均分成四份 我们就用其中这一小份来折 先上下对折 压出折痕 打开 左边的两个角向着中线对折 再次上下对折 把右边向上面对折 折到折痕后打开 整体打开 把刚才折的这个角 塞到里面去 折痕这样 这样可以看懂吗 打开看一下 里面是这样的 这样其中一个代元就折好了 同样的代元 我们只需要轻轻松松的做八个 好 现在八个代元就轻松松松的折完了 最后一步 我们来将它简单的组合起来 先拿出两个单元 我们把它们两个都这样放着 右边这个卡在左边这个凹槽里面 上面多出来的这个角 向里面折 塞到这个缝隙里 这样它们就锁住了 上面这个单元是可以活动的 把剩余的单元都这样组合上 剩最后一个的时候 同样的把它卡在这里面 最后一个 这样塞到里面 好了这样就折好了 它本身是一个圆魂 我们稍微移动一下 变成了这样的飞币哦 再移动一下 变成这种八个尺的飞轮 折法很简单 并且很好玩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来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倒车醒过翼 只做有意思的摘制